凡事肯吃底就是好人 因为他选己利人 凡事占便宜就是恶人 因为他选人利己 各位 拍案惊奇之阴槽算账 上一次我们讲到 四川省牢州合江苑陈家殿那算 有个大地主的大仔陈奇 在他父亲死了之后 就想说多佔家产 就和赵家村为富不仁的无不存 同谋及计 将他父亲正落的产业 其中很多的良田 约莫值百银一万两元 就是以低价三千两点压给无不存 预算三个弟弟长大之后分了身家 然后就原价属花 双方都有利 这件事 在专门做中间人的大圣寺主持 至高做见证之下 很快就搞定了 无不存的算盘 真是还绝过那些算死草的人 给他算过的呢 真是无都不会剩下一条 所以才有无不存这个花名 他给三千两银 抵押了陈奇价值一万两个好田 在抵押期内 他就是田主 他立刻叫办事人通知租那些田的耕户 明年 起租两倍 如果不愿意 一律收回这田 以原来租价三倍 租给新的耕户 无不存查过的 那些好田 确实是值得他订出来的新租价 不过陈奇的父亲生前为人忠厚 对于旧监户很好 永远没想到要加租 而无不存从来不需要忠厚为何物 一生人就按照算盘指示办事 说加就加 无人敢说 这样做 无不存付出那三千两 在第二年 就收到租钱几百两 做什么生意都没那么好利钱 是吧 那况且在理论上 他给陈奇那三千两人 到陈奇属田的时候 还要给他利息 啊 说啊 那陈奇也是一个公心计的人 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法 是利益了无不存自己产底吗 不过没法呢 他立心不良 为了将来可以佔多些产业 所以就不将一家的眼前利益 摆在深树是这样的 时间过得很快 省省省省省 过了七年 陈奇的母亲也去世 那个时候他三个弟弟也懂事 他办妥喪事之后 请齐族中长辈 将陈家的产业分为四份 他与几个弟弟各佔一份 那看来就非常公平 对不对 不过外人又怎么知道 他几年前已经做过一番手脚呢 产业多 没有关系的人 当然是不明状况 就算是他那几个弟弟 都是大哥说怎么就怎么 啊 还有什么说话说 那身家分完之后 嘿嘿 陈奇见到当年的计划 已经到了顺利完成的阶段 好开心呢 那就选了一天 将七年前在毛不存那树 拿回来以三千两百银折价的黄金 加上利息 就拿去毛不存那树 说要熟花那树 哈 无佣了 当年就多得你帮我 让我留下几颈好田 现在万事俱妥了 哈 所以就特地来熟花那树 哈 那些金呢 还是无佣的原物 我一直收到 完全没有动用过 哈 至于利息呢 不断易 都在书了 哈 无佣 请你点收 哈 无不存 你阴阴嘴的笑 嘿嘿 陈大哥 哈 今天大功告成 嘿嘿 值得恭喜啊 我 都是多谢毛翁当年指点 嘿 的确是计划高妙 我三个弟弟 没有说话好说 哈 哈 哈 无佣 现在请你点收这些金 这些是利息 麻烦了 哈 你点完之后 麻烦你给回当年压低的田 是我啦 哦 嘿嘿嘿嘿嘿 当然当然 哈 唉 那些手续是要扮的 嗯 是啊 哎 哦 哦 那些金的确是我家里的原物 我还认得 是 好 今天物归原主 嗯 哈 真是想不到你陈大哥完全没有动用过 当然啦 哈 你们家里富甲一香 又哪是使用到这区区几千两来周转呢 哈哈哈哈 我什么说话什么说话 我陈大哥 你请坐一会儿 我就进去拿些田契给你以清手续 哦 麻烦你毛鱼 麻烦你 你随便坐 嗯 嗯 毛不全是这样一点过这些金 仍然包起他就双手捧着就走进去 过了一会儿 翻出来 哎 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拿着 哎 为什么要这样呢 哎呀 哎呀 陈大哥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什么呢 我的重要文件啊 契据啊 都是由内子负责收藏 哎呀 你也知道啦 女人做事是细心点 记性也好 不会出错 他昨天患了感冒 现在发烧烧得很紧要 那就不方便开箱开拢 要过两天才可以给你田契来 就算暂存在我树两天 哦 无用 暂存在你树几天 没什么所谓 不过这样 人属礼不属 为了清楚起见 不断意请无庸你写一张收据给我 好不好 哦 写收据 哈哈哈哈 哎呀 啊 你这个陈大哥 就真是为难我了 你不是不知道 冬瓜这么大的字 老夫也认不几单 今天帐房先生又告假 去了隔离村喝喜酒 缝且只是两三天的事 怎会不记得 是不是 你不要忘记 我和你两代交情 最秘密的事 都大家商量 难道你这样信不过我 哦 不是不是 不是说信不过毛衣空 因为这个都不是小数目 是几千两人的事 哎呀 笑话笑话 好像我和你这种人家 几千两算了什么呀 是那些小家种 才看得那几千两人 好像命根一样 没错 没错 你说得没错 啊 几千两到底不是小事 你手交给我手 清清楚楚 啊 难道我可以不承认吗 啊 啊 啊 我们喝回几杯 慶何你的计划成功 好 来啦 来啦 哈哈 那陳其一来呢 就比胜利充分了头脑 二来又比毛不存 奉承到飘飘然 三来 亦都觉得区区几千两 在傅翁心目中 不算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而且清清楚楚交给他手 谅他都不敢杀賴的嘛 所以他亦都不坚持要毛不存写收据 那喝了几杯酒之后 就高高兴兴地告辞回家 那过了两天 陳其到底记住这件未了的事 哈 可以说整天都记住这件事 所以 又去赵家村见毛烈 要拿回田契 那毛不存仍然说老婆呢 还在病 你好 所以还没拿到出来 又约他两天之后再去过 好 又两天 行 那陳其过两天又再去咯 哈 怎么不知开门口的人说主人不在家 连大门口都不能进 嗯哼 不妥 那陈其就满腹狐疑地 翻到陈家店自己的农庄书 想了整晚 越想就越不放心 哼 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 那第二天一早起床 洗面脑口之后 就不断意识了这些东西 出门口的时候 刚刚天亮 他就匆匆忙忙 赶到去无裂的庄院树 敲门 看门口的人走出来 哦 又是你啊 哼 我们主人昨晚没有回来啊 嗯 嘩 先 闪到门 态度很差 一点礼貌都没有 哼 老老爷 哇 陈其又心急又激气 那他就转身一直走去大圣子 找那个中间人志高 解决这件事了 那去到大圣子 志高请了他进去客堂 小沙来奉过香茶 啊 啊 陈施主 哈 今天光临小智 是为了生意上差遣贫增 啊 抑或是烧香拜佛 啊 啊 两样都不是 是为了七年前 由大师做中间人 将若干颈良田 典压给赵家村 那毛烈的事 啊 呢 日前我亲自 带了那些金去淑田 毛烈收了那些金 就托辞 第二日交还田契给我 啊 怎不知以后继续托辞下去 这两日呢 还避开不见我 那所以特意来请大师 以中间人的身份 出来叫毛烈 尊照文书所约 还回田契给我 啊 有这样的事吗 啊 是啊 是啊 至高就装模作弱 在那眨眨眨眨眼 嗯 其中是不是有些误会啊 啊 毛烈是一方才主 一样都很有口齿的 怎会做出这样的事啊 哈 他真是做出这样的事 大师 你是文书上面 现在签了名的中间人 所以我就来请你出点力 解决这件事 这件事 大师都是有责任的 没错 是 貧僧在利利压田的文书上面 是取了名 因为当时的田契和银梁 都是由貧僧经手交给双方 不过这样啊 啊 啊 陈事主 啊 现在你说给返淑田的银两 毛氏主 是啊 貧僧没有见到的 啊 如果换账毛氏主 他说没有收到陈事主的钱 那时怎样啊 啊 双方都是一面之尺 那叫货僧信哪一方面好呢 啊 你教我啦 陈事主 大师 我是的而且确 亲手交回金给他的 难道你以为我说大话吗 啊啊啊啊啊 嘿嘿 你不要心急 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貧政真是愛莫能助 這樣啊 當然啦 唉 陳其想起又是 為何自己這麼蠢 交回贖金的時候不找他 現在他又說得對 陳其無可奈何 唯有離開大勝志 哦 陳施主 老闆交不上 請請請請請 陳其反對自己的陳家莊 越想越不服氣 咦 你這個老奸巨壞的匹夫 壞得個個都叫你做無不存 你當是借了三千兩給我 現在本利清還 你分毫無損 七年內 將我的糧田高價租出 收益都有二三千兩 這樣都還不收足 哼 居然要吞沒那些田 我怎麼都不肯就這樣算了 但是他回心一想 啊 自己又的確是疏忽的 只怪一向被他的假面具欺騙了 以為他對自己的語別不同 所以交回贖金 都不堅持拿回彭正 又沒有見證人 這樣 是不能夠跟他爛碰爛說道理的 咦 怎樣 沒有辦法 唯有希望再見到他好聲好戲跟他說 必要時才跟他決裂 但是 他避開我 想見他都不容易 咦 俗語說得好 世上的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陳其有心要見無不存 沒有說見不到的 就算無不存從此不出大門一步 又請了兵馬看守大門 都一樣有百物一疏的時候 那何況無不存沒有採取這麼嚴重的步驟 所以有一天 在門口沒有多遠 就被偷了他很久的陳其見到 馬上現身出來見他 啊 無不存見 避無可避 唯有笑口誓誓走到他面前 哎 陳大哥 為何這麼久不見了 哎嘿嘿 今天一定要請你喝多幾杯才好扯 來來來來來 陳其本來滿吐氣 但是他打算了好聲好氣跟他談 想著如果跟他在門口算鬧場僵局 就沒有機會再談 於是就忍著氣 跟他進去 幾天對客堂坐下 哼 無用 老老實實 事到今天 麻煩你無謂再廢神做氣 我們開心見成談 我那些田 七年來你轉租銅利 也得了很多好處 先把我租三千兩本利青環 你轉租的好處可以說是百讚的 人心慾祖 如果你還留著我的田替不肯交給我 唉 無用 這樣做似乎太過埋沒良心 蛤 哈哈哈哈 是嗎 嗯 陳大哥 我今天跟我沒有某人說起良心 我問你 你將父親剩下的產業 瞞著在堂的母親 欺騙年幼的三個弟弟 想獨自貪污了大部分 你來問計於我 唉 這些事 是誰 埋沒良心 啊 你說 嘩 就回頭 啊 那是另一件事 而且這樣做法 都是你出主意教我的 啊 啊 還想把責任推在人家身上 我再問先你 我們趙家村和你們陳家店 相隔四五里路 是你頻頻走來求我幫忙 協助你霸佔產業 你抑或我走到陳家店 逼你做了這些埋沒良心的事 你說啦 你說啦 我說過 那件事還那件事 這件事還這件事 啊呀 笑話笑話 沒有那件事 又怎會有這件事啊 說給你聽啊 這種幫助人家奪產的事 一旦傳出去 我的名譽 會蒙受很大的損失 所以 為了彌補名譽上的損失 現在我就算要你補多二千兩銀給我 都不算太過 蛤 你霸了這麼多好田 區區二千兩銀 又算了什麼啊 喔 無庸 如果照你這樣說 就即是勒索了 本來講明幾多就是幾多 文書上面寫得清清楚楚 你怎能夠忽然間要我 拿多二千兩銀出來呢 老實說 無論如何 我都不能夠答應的了 呵呵 答不答應啊 尤登尼 你不補二千兩銀給我 我也不給你那些田給你 但是 明年我照樣租那些田出去 我還準備加租 我每年都加的 好了 就這樣說 請 看看你鬥不鬥得過我 哼 我真的鬥你不過 你不要發夢啊 事不離神 好 既然你這樣 我明天就去官會社告你 要求大老爺主持公佈 哦 告官咧啊 哈哈哈哈 唉 儘管去 儘管去 老實說 世侄 吊聲是世侄 你一告官 官府怎樣判斷這件事 就是將來的事 但是你對父母不敬 對三個幼弟不義 這個臭名 就馬上遠近皆知 哼哼哼哼哼哼哼 因為我 我也是可以跟人說 為了舊朋友 傷害你這個不昭子 特地等你受到損失 作為應得的情誡 唉呀 毛不全这几句说话要心要肺 听到陈奇真是一把火灵一炸加个塔香 火红火绿 整根飙起身指着毛不全闹 毛不全 你这个老而不死的老财 我和你势不两下 田产可以不要 这口气不能够不爭 就算人人说我不哭也好 不义也好 甚至不忠不信也好 我都不在乎 我都要将你自从教唆我设计夺产开始 就全心不鬼 进行今天埋没良心的阴谋 攻之于世 让个个都知道你毛不全臭命远播 看官府信你的说话 亦说是信我说话 哼 哇 毛不全听了陈奇这番说话 亦都撞起了把火 没了 玩破臉了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好谈 哼 笑话 我没有收到你一分钱贖款 哼 你居然诬裂我 是吧 还虚構一些事出来 伤害我的信誉 是吧 豈有此理 你还不快点 如果不是念在你是我故人之子 我就叫庄丁绑起你 送你去衙门先 啊 问你一个恐吓 勒索的罪名 哼 哼 他们两个吵到这个田地 自然有庄丁进来捉住陈奇 趕他出大门口呢 啊 陈奇都应有此报 所以说违心事 不好做 背理事 不好做 做业的事 不好做 害人的事 更加不好做 那你猜后事如何呢 可惜现在已经够了 我们想知道的 请你下次继续收听 拍案兼奇之阴曹算账 多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 相关